第三部分,這是FIVA 13 Store 你想買一些CREATION CENTER 有時候有些人做了一些自己設計的球衣、球場 你可以下載,如果是ALL PAX ON ONE 即是甚麼都有了 有些人可能做了一個歐聯分組菜 可以拿來用一下 有些像我們玩WINNING 自己設計的櫃 這次是公主同校的意思 Replay Theater 即是你自己設計的卡路鏡頭 特別金球等 另外這一個是選擇你的Favorite Team 你可以選擇你的球的一個縮敵 你可以轉 例如曼聯就是阿浦 但他的Default就是曼城 小弟現在對曼聯的中愛已經不太大 只不過他一直幫我選擇 因為我在FIVA 10選擇了 他一直幫我選擇曼聯 帶回來的 但我現在對曼聯的中愛程度 我小時候都沒有 我小時候十幾歲 其實我是十一歲開始看球 那時候最喜歡 因為那時候是三冠王 那時候 其實大家已經算多了幾歲 另外就是 那些 這裏就是Save Low的東西 其實本身大家玩開足球遊戲 或者玩開遊戲都知道是甚麼 不用說 那這個我看看是甚麼 這個就是他比較新的設計 這個就是講一講你現在有些甚麼賣 譬如 有些譬如 你 在遊戲裡面一些新的慶祝方法 你買了它就會給你用 那另外就是一些 這些其實大家要慢慢看 有些我都未必知道 有些 我有時候 我講一下比較多人用的 或者 Online方面 譬如 你玩Season 那你就需要一分的時候 才可以互給啊 或者進級啊 那你就 買了這些 或者可以幫到你 不過我覺得都意思不大 那另外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所講的 以前Winning那些 Master League 那個模式的一些 可以令你增進實力 或者可以說是鯊魚卡的事情 類似啦 以前那些鯊魚卡 那些東西 那些屈肌的東西 那些是 那些遊戲 你拿一些 足球的顏色 或者你那些 是 Celebration的方法 那些 只是這樣的 這些其實 慢慢自己 大家慢慢去看 去拿這個滿足感 另外 News 你自己的私隱 不方便透露 那些粉絲的私隱 你那些朋友 玩到哪 贏了哪場球 玩什麼模式 贏了冠軍 這裏全部都會告訴你 那另外 challenge方面 這裏就是 陪伴每個星期都會免費 upload一個challenge 給你玩的 那 就是說他給一個situation 就是一個現實足球 不過一個situation 譬如 已經落下了3比1 要你去追 挺有趣的 那另外這些就是 全世界支持你的球隊 那些 那些球迷加上分數 玩FIFA 加上分數 來一個比拼 或者一個排名 那樣 意思不大 那是膠尖 那是另一個私隱 那 這邊 這邊呢 之前那些新模式 也都說了 一律一說 就是我覺得很棒很棒的 就是Live Pictures 你可以玩到未來四場 還有一個團隊幫你計好 的一個陣容 或者叫做狀態 那你可以 就用那些狀態 或者陣容 去玩它的未來 現實世界裡面 那些球隊 會發生什麼比賽 比如 萬年會對紐卡索 那之後還會對小屋 乘車有事 對這場車有事 插波經就要講的了 那當然啦 我跟大家宣傳一下 也有西班牙國家打比 這個黃馬對巴賽 都大家可以先玩 另外 Games of Week 這個位置 就有五場 有五場 上個星期 已經 是打了的 它可以 將那些 全部的陣容 陣式 狀態全部 更新給你 類似我們以前的Live Season 然後 這個就是Wide Form 即是說 看看那些 球隊的 完全的實力 或者狀態 這些 慢慢大家自己發掘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 玩Winning的Master Lead模式 即是儲明星球員 儲分 去買那些明星球員回來 儲一個叫做 黃金一代明星隊 你自己 學一些喜好 譬如我喜歡 以前 我喜歡用芝拉華特做前鋒 你現在用芝拉華特做前鋒 即是你現在用芝拉華特做前鋒 即是你現在用芝拉華特做前鋒 我以前是喜歡用金波斯伯 芝拉華特的 我小時候 我以前沒有老 小時候 小時候 那你首先選了你的隊長 譬如 然後 就搭這個大米 左翼呢 還有羅賓盧 還有 羅賓盧 馬迪斯奧 就是我的隊長 另外還有 是 迪羅斯 這個 史尼達 然後呢 右邊呢 還放了一個 誰出來呢 這個是誰來的 咦 這個是誰來的 他要換人的 寶方做龍龍 另外還有 森美爾 所以他一開始已經很明星了 那你就自己換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這些 我又不多說了 到時候 你 拿來比賽 再儲分 再喜歡 怎樣抽卡 有什麼都好 你這些 自己發掘 那 第二個模式 這個Season就是 網上跟別人對戰 贏一場有3分 輸又沒有分 和一分 儲夠分 升等級 總共有10級 看看你的能力去到多少 我現在最初玩而已 不太好 不要見怪 去到這個 多少 看看 Division 9 去到第9級 總共有10級 總共有10級 我去到第三級 就上不去 一直停滯不前 很多高手 全世界 一山為一山高 很厲害 那些人真是 那 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升級 現在去到8分 10分就可以互賭級 13分就拿到 這一季的冠軍 總共有10場機會 大家努力吧 那 Korea 今年呢 就好像說 可以用錢加球員換人 好像FM那樣 即是Football Manager 你可以 就 用一個 球員角度 或者教練角度 去到 選球員 去教 執教 那樣的 還有這裡 這裡就是 輕輕講講 這裡 就說 你可以 sale with the 你賣了球員 即是說 你賣了球員 回來之後 用到幾個% 的回報 譬如你用 1000萬磅 你賣了一個球員 那就只剩850萬磅 現在850折 他給你 去用 如果你高一點 低一點 你自己教 我想 我賣球員 我要 去到 8成的 錢 可以用回來 買一些球員 那你就調高一點 這個 英鎊 EUR EUR 即是抗美雲 那隻狗 我記得 歐羅 另外 美金 這個 美金 這個英鎊 歐羅 這個英鎊 這個英鎊 這個名字 抗美雲 可以用來用 那 staff 就是 你應該用什麼的陣容 譬如 download latest 即是現在 現實世界裡面 那些人 那些 現存的球員 或者 你有時候會自己轉了 這個就是 custom 不過 通常都不會用的 不會自己轉的 用download latest 就是最好的 Players AI 即是說 Taz 我們都看一看 我已經少玩了 Announce you the more Friend to control Sputing this on means that you won't be able to submit your career 即是說 如果你 on了 你就不能夠 submit 去告訴你的人 你有多少分落袋 拿到幾次冠軍 即是 你安定的話 你可以用 譬如你用 曼聯 下場對扭交數 安定的話 你可以用扭交數 即是 你想怎樣就可以 你做上帝都可以 這樣 那 第一季有沒有歐聯比賽 自己決定 歐聯比賽辛苦些 你的球員就消耗多些 那 如果有的話 就直接去抽籤 就來了 這裡選擇名字 選擇你的衣服 選擇你的膚色 這些其實大家自己參選一下 這裡可能要拌好久 或者我們下節再談 現在也差不多 沒關係 下節再談